花蓮县防申宿竞技协会理事长江欣怡推展武术有成 在今年8月底她带领着旗下两名弟子前往美国纽约 参加新唐人所举办的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 在第一名重圈之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堪称是台湾之光 而市长魏嘉贤日前也勉励小选手 希望他们可以在更多的赛事当中为花蓮来争光 花蓮县防申宿竞技协会理事长江欣怡推展武术有成 在8月底带领旗下两名弟子前往美国纽约 参加新唐人举办的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 在第一名重圈之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 堪称是台湾之光 市长魏嘉贤日前特别前往关心选手们的练习状况 也加冕他们在世界武术大赛中的优异表现 今天要特别谢谢我们江欣怡教练 长期来投入八级前的一个教育 那也让很多的孩子能够体会到八级拳的一个功法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一个全世界的大赛里面 蔡文祥跟蔡文廷两个兄弟都到了纽约新泽西州 来做相关的比赛 分别得到第二名跟第三名 那在今年全民运的部分 蔡文廷跟蔡文祥也将要去参加全民运的一个赛事 那我们真的也是看到这样子八级拳的部分 也得到非常多很好的成绩跟成果 再次要谢谢江教练的投入跟付出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的孩子们 都能够代表我们国家去全世界参加所有的比赛 让我们国家的一个成绩能够让世界看得见 再次要感谢投入在教育界的每一个好朋友 也谢谢这些孩子们非常认真的练习 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 也可以持续的资助他们做相关的练习 得享的蔡氏兄弟 虽然年纪很小不过表现的可圈可点 最快乐可以强身健体 异后以前很瘦真的很瘦 其实还是很瘦啊 没有我是每天都因为当睡才那么瘦 不然我都是很多 练拳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 什么改变吗 脾气不会弄那么坏 真的吗 是喔 那这次出国比赛会不会很紧张 会 紧张喔 你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比赛 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 外国人打可能都比台湾的还好厉害 真的喔 可是你赢了 对不对 你赢了 打赢的感觉怎么样 嗯 我很开心 让自己身体好 身体好 真的 那你觉得上场情不紧张 不紧张 好厉害喔 你这次去美国比赛是不是 对 第一次 你看到那么多外国人 很多 有些外国人 看到也不会紧张 不会紧张 那么厉害喔 那你觉得他们有比你厉害吗 嗯 我觉得有耶 有喔 那你怎么样打赢这次 拿第三名 第二还是第三 第三 第三 你怎么样打赢的 怎么赢的 就 就慢慢学习 就 就打赢了 就打赢了 我一去吧就打赢了 我就是很厉害就赢了 对不对 蔡家三姐弟现场也掩饰了八级拳 刚猛昌进的拳术 立即获得市长魏家贤等人热烈掌声 而拥有跆拳道八段的江欣云 他也担任了八级拳总指教官 他表示蔡文祥平常勤于练习 在世界舞台上稳定表现毫不怯场 而八岁的文敏 越级参加十岁到十八岁的主别 能够获得第三名更是难能可贵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